歌手许志安和TVB花旦黄新颖 4月16日被曝光在出租车上 亲吻以及调情长达16分钟的视频 由于出轨画面被行车记录一拍的一清二楚 当事人只能承认确实出轨 并为事件后悔及道歉 但是这条被曝光的视频被流出来嫌 据说一开始出租车司机并不是卖给了媒体 而是疑似向许志安所价50万港币 但最后两元在价钱上谈不拢 才导致视频流出 另外有爆料者还称 司机还说了黄新颖给的40万 指整体事件所有当事人早已有心理准备 网友写道司机已经说了40万 还坑许志安把那个影片买回来得出价50万 不少网友痛批司机无良向勒索 此外有指许志安黄新颖偷情的影片 其实一共有三条 事件爆发后接连曝光了两条 许志安为防止后面更多的影片曝光 才赶紧出面召开记者会承认出轨 避免造成更恶劣的后果 而有关视频的价格问题 友传负责曝光的媒体给了15到150万港币的价格 从司机手上买下视频 至于价格为什么会那么不准确 是因为实在流出了太多的版本 而得不到官方的证实 不过 无论是拿着视频去跟当事人谈价格 还是拿着偷拍别人的视频去卖给媒体 两者已经足够构成刑事犯罪 建议受害者报警处理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